大家好,欢迎观看第五课的课后练习。 首先,我们做听力练习。 请根据绘画内容选择一个正确的图片。 在听之前,请快速观察三幅图片的不同之处。 同时,思考与图片信息相关的日语表达方式。 下面请大家听题。 1. ミラーさんは日曜日どこへ行きましたか? 奈良へ行きました。 佐藤さんは? どこ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。 男士是米勒、女士是索藤。 索藤问米勒、中日去哪儿了吗? 米勒回答、去了内量。 反问索藤、你呢? 佐藤回答说,哪儿也没去。 所以,正确答案是图二。 请继续听题。 2. 今日は何日ですか? 4月8日です。 何曜日ですか? 火曜日です。 这道题有两个关键信息。 1. 次月8日是西月4月8日。 2. 次月8日是凯亚比星期二。 所以,正确答案是图一。 接下来是判断练习。 请根据绘画内容、判断对错。 正确的画圈、错误的画串。 请听题。 1. ミラーさん、いつ名古屋へ行きますか? 明後日行きます。 一人で行きますか? いいえ、山田さんと行きます。 ミラーさんは明後日、山田さんと名古屋へ行きます。 绘画中有三个关键信息,即地点、时间、跟谁一起。 句子的意思是,后天和山田先生去名古屋,符合绘画原文。 因此判断的结果是正确的。 请画圈。 请继续听题。 2. イーサン、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? 韓国です。 いつ日本へ来ましたか? 去年の6月に来ました。 イーサンは去年の9月に韓国から来ました。 关键信息是来日本的时间和来自的地点。 绘画原文中、イーサン、说自己的国家是韩国、6月来的日本。 句子的意思是、イーサン是9月从韩国来的日本。 时间不符合原文、所以判断的结果是错的。 最后一道判断题。 请听题。 3. この電車は京都へ行きますか? いいえ、行きません。 次の電車ですよ。 そうですか。 どうも。 次の電車は京都へ行きます。 绘画中、需要听出这趟電車是否去京都这一关键信息。 回答是否定的。 不去京都。 去京都的是下一趟電車。 句子的意思是、下一趟電車去京都符合原文的意思。 因此,这个判断结果是正确的。 滑圈。 听力练习大家都做对了吗? 下面,我们做语法练习。 两个人在聊天。 住词你该如何使用呢? 第一句话的答案是B。 因为一词后面不加住词你。 而第二句的答案是A。 因为具体的日记后面则需要加住词你。 两个人在聊天。 哪个回答是正确的呢? 答案是A。 因为疑问词后面加住词mo,搭配动词否定形式。 这一用法我们在本课语法环节中学习过。 用语表示全面否定。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,昨天哪儿都没去。 两个人在聊天。 哪个表达是正确的呢? 第一句的答案是B。 因为单独行动时,要用一人で。 后面不再加住词。 而和朋友一起,则需要加住词通。 表示动作伴随着。 所以第二句话的答案是A。 两个人在聊天,哪个回答是正确的呢? 正确答案是B。 因为歩いて是动词歩く的贴形,可以表示方式,不需要在家住词的。 同学们,你打算怎样过周末呢? 你会用日语表达吗? 让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实战情景练习吧。 下面是朋友三人在咖啡厅见面的对话, 商量周末的安排。 请看视频。 内学校の休みは土曜日と日曜日です。 私の学校もそうです。 王さんの会社は? 休みは日曜日です。 土曜日は昼間で働きます。 では遊園地は日曜日ですね。 何で行きますか? 私はバスで行きます。 王さんは? 僕は地下鉄で行きます。 私も地下鉄で行きます。 じゃあ日曜日の8時に遊園地の入り口で会いましょう。 在上面的情景绘画中, 朋友三人用非常流利的日语聊到周末的安排。 大家是不是很羡慕呢? 请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大胆的尝试用日语来表达吧。 最后,我们来学习一下刚才视频中出现的单词。 请跟我读。 大家练习的怎么样? 今天的这节课就上到这里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